室友宁玉举办生日聚会 地点是本地最大的五星级酒店 他给专业九十几个人 全都发了情帖 除了三个人 我和我的两个好朋友 集群热闹得不行 都在恭维他 宿舍也是吵吵闹闹 哇 伯利盛典酒店哎 五星级大酒店 长这么大我从来都没有 去过这么高档的酒店 多亏了宁玉 我们才有机会 去这么高档的地方 是啊 有生之年 竟然能体验豪门生活 宁玉家里好厉害 宁玉开口 没了 我跟着我爸 从小出入这种场所 都习惯了 我戴着耳机 在看书 却也没法阻住 这堆人的叽叽喳喳 哇 你们讨论 能不能小点声 吵到我了 声音小了一些 却有人故意道 嘖嘖嘖 宁玉不就是没请他吗 用得这这么酸吗 对呀 语气也太酸了吧 不过我说 乔维你长这么大 听说过伯利盛典吗 这五星酒店 我熟悉得很 这酒店 是我老爸的金玉集团 旗下的品牌 我如实道 嗯 我家开的 果然 这话一出 他们哄堂大笑 宁玉冷笑着问 笑死我们对你有什么好处 另一个设有张牙配合道 当然有好处啊 笑死我们之后 他就可以不用酸了呀 哈哈哈哈 我心里不住地发笑 在我家的酒店举办生日聚会 还说我酸 这时 我爸打电话给我 宝贝女儿 爸爸周六在博利有个晚宴 你想不想去 我想去 我刚说完 就看见几双眼睛看向我 不想别人听着讲电话 我去了阳台 我爸说 行 你也可以带朋友一起过来哦 要几张邀请函 我叫人给你送过去 三张吧 我两个好朋友 还有我男朋友 哟 男朋友都带来了呀 到时候 你给他引荐几个优秀的人 他很优秀的 等我回到宿舍 应玉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得意 想去参加我的生日聚会 你就直说 不丢人 还躲到外面去讲 没必要 我愣了下 很想笑 估计他们以为我说的我想去 是我想去参加他的生日聚会 他狂了两年了 正好借这个机会 让他认清认清现实 张亚还在自顾自地继续 都是同班同学 又是同一个寝室 说不定你说点好话 郁郁心软 就带你去见识见识 应玉也不是梅可 我打断 得了 别自作多情了 竟给自己脸上贴金 害不害臊 应玉愣住 反应过来后 他死死瞪我 张亚赶紧道 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 让他吃不到葡萄说 葡萄酸去吧 刚上大学那会 我帮好友转发了个拼多多 砍一刀链接 被宁玉贴上了穷的标签 我也懒得解释 高中时因为全校都知道 我爸是给学校捐过两三栋楼的人 我被对门直校的混混 拦路打劫过 当然 他们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我爸怕我再有这种事 在上大学前叮嘱我 非必要的时候 千万别漏腹 要低调行事 所以别人觉得 我穷这件事 我其实比较无所谓 不过真正让宁玉处处阴阳我 看我不顺眼的原因 估计还是因为 他军训时捧花表白喜欢的男生 结果转头 男生拒绝他 转头借花献佛 跟我表了白 我当然拒了 都不认识这男的 可宁玉很不服 他觉得自己 明明给这个男生送这个 送那个贵重物品 最后反而 被我这个穷人给捡了便宜 私下说我明知他喜欢那个 男生我还故意勾搭 戏多道令人发指 那之后 他到处利用自己白富美的人设 迎头小力拉拢人心 搞小团体孤立我 我无所谓 也懒得花时间 刻意去发展什么人际关系 有必要吗 我爸安排我认识的叔叔伯伯 我都认识不过来了 还大学同学 大学毕业后 估计就再也不会见了 You can 此时此刻 应遇在集群里阴阳怪气 说什么宿舍有酸黄瓜 某人柠檬经转世 羡慕极度恨 仇富的人真的好讨厌 等等言论 煽动路人 对我掀开一轮又一轮的嘲讽 没有点名到姓 却相当于跳到我脸上舞了 呵 我不会一直这么佛系 我的忍耐 也是有限度的 宿舍空气有些浑浊 我收拾了下 去见我男朋友顾颖峰 他是我当年入学时 主动帮我颁行李的学长 现在大四了 长得帅 既点高 优秀又上进 亲爱的男朋友 你周六晚上有没有空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我满心欢喜 看着顾颖峰这张帅脸 心情静化了许多 周六啊 我刚好那天没空 周日可以吗 为什么呀 你周六要干什么 面试 他迟疑了片刻 才说 嗯 真的假的 你的表情有点不自然 哎 我周六想带你去我爸 他忽然打断我 乔尾 我不想骗你 其实你是有宁玉 邀请我去他的生日聚会 我得抽空参加一下 周日再陪你好不好 我顿时手脚发凉 你什么意思 你难道不清楚 他是怎么对我的 宁玉和我不对付 顾颖峰不是不知道 相反 他是最清楚不过的人了 我之前没少跟他吐槽 而顾颖峰经常开导我 说我不要和这人计较 让我不要生这种人的气 否则会变丑 只是我没想到 顾颖峰所说的不计较 是这种不计较 我知道你讨厌宁玉 但是私人感情和公式 要区分开来宝贝 我有点生气 你别叫我宝贝 我不是你宝贝 他越说越急 你听我说 我不想因为私人情感 就错过了这种拓展人脉 融入上流社会的机会 瞧为你理解一下我好不好 我看着他 发现我有些看不清这个男人了 那个在我眼中清风济月 心怀赤子之心的男生 好像不见了 我说 凭借你的实力 也是能够就走正常程序 进大公司的呀 你这个年纪你还不懂 我要的不只是门票 我要的是快速往上爬的机会 我想带你去见我爸爸 也许他可以帮你呢 那一瞬 我看见顾颖峰眼底闪过的不屑 他皱眉 乔尾 别闹了 应语说他哥哥也会去 我是为了我的前途才答应的 你别耍小孩子 脾气行不行 言下之意 是让我别挡到 不然就是不懂事 耍小孩脾气 他还牵着我 温度明明还是我熟悉的 可我却感觉 有什么东西已经变了 我本来打算想跟他说 我爸是金玉集团老总这件事 现在我突然什么都不想说了 我默默放开他 OK 你要去就去吧 我不阻拦你 你尽管去拓展你所谓的人脉吧 晚上 家里司机打电话来 司机说他到了 送来了周六晚宴的请柬 我收拾了下心情 然后和我好友莉莉 一块出门去找司机 司机开着我家最低调的那辆宝石捷 给我送来了三张和黑金色请柬 我不需要邀请函 因为我一般直接刷脸劲 转了个弯 莉莉用手肘使劲戳我 我顿时如坠冰窟 不远处 顾颖峰和宁玉说说笑笑的 朝我们这边走来 两人的手背还时不时碰到 距离颇为暧昧 如同即将捅破那层窗户纸的前兆 而且顾颖峰脚下 穿的还是我栖息送她的那双限量版球鞋 可她穿着去见了我最讨厌的人 看见我顾颖峰脸上笑意凝固住了 我还记得我对她说过 我最喜欢她笑起来的模样 她还跟我承诺 你这么喜欢我笑 以后我只对你笑 可这一瞬 有什么在我心底坍塌 我看着顾颖峰 聊得挺开心的呀 乔维 你先回宿舍吧 我和宁玉只是商量点事 顾颖峰你到底是谁的男朋友啊 莉莉看不过眼 穿着薇薇买给你的鞋子 去见别的女人 你好意思吗你 宁玉在一旁看戏看够了 忽然歪了歪头 模样天真道 你们别误会哦 乔维 顾学长对你好好的 为了争取给你也参加我生日 party的机会 她说着 拿其手里的奶茶晃了下 还特意给我买了喜茶油 你要体谅一下学长的良苦用心呀 我盯着顾颖峰好一会儿 忽然笑了 其实从她沉默着不吵走过来第三秒开始 我已经对她彻底失望透顶了 现在半个字都不想多说 你的生日party 我根本不care 别来恶心我 说完 我拉着莉莉离开了 一直以来 我知道顾颖峰家境一般 所以连奶茶 她也只给我买过蜜雪冰城 可她却给宁玉买了喜茶 一定不是我太脆弱 可我的眼眶 怎么就突然就开始犯酸 我仰起头 拼命告诉自己 不值得 这种人真的不值得 我撕掉了最后一张请柬 扔进了垃圾桶 然后给顾颖峰发最后一条消息 我们到此为止吧 深夜 宁玉赶在门禁之前 春光满面地回到了宿舍 张亚兴致勃勃迎上去 怎么样怎么样 不是说跟男神约会了吗 拿下了没有 我想起前些天 宁玉每次回到宿舍 都会说她和她男神 去了哪里散步 聊了什么 可我到今天才知道 这个男神就是顾颖峰 原来他们不是早就 见过很多次 我像个傻子似的 被蒙在鼓里 宁玉不知道呢 不过我亲了她 她没说什么 你们说这是拿下 还是没拿下 我呼吸猛的一致 一种恶心感涌上来 手机震动 顾颖峰回了我消息 瞧为 有时候人必须达到目的 必须做出一定的牺牲 还发了个摸摸的表情包 所以她亲你你不躲 也是你的牺牲 她 是 一边为了什么人脉资源 巴结着宁玉 还要一边让我理解你 对你不离不弃 你怎么不上天 和太阳肩并肩 真把自己当香波波了 过了很久 顾颖峰都没回 过了好一会儿 她接二连三发来消息 而且还是语音消息 以为她是要说一大堆挽留的话 结果 乔维 我真的受够你了 你能不能学学宁玉 她即使和你有私人恩怨 但最起码 她没迁怒到我身上 还大方邀请 我去参加她的生日party 而且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宁玉针对你的话 为什么她唯独针对你 不针对其他人呢 你难道就不会自我反思一下吗 本来宁玉跟我说你不好 我还不信 现在我才发现她说的是对的 你没有公主命 却有公主病 清高又自以为是 分就分吧 微信护山 就是以后你别后悔 我直觉的悲哀又可笑 又有些庆幸 在我介绍她给我爸认识前 我看清楚了这个男人 我后悔 这两个人以为他们是谁呀 我把他删掉了 可这并不意味着 我就这样放过他们了 好友群里 我的两个好友 肺都气炸了 你还没跟他说分手 就敢这样了 他这样就是脚踏两只船 我拍了那对狗男女的照片 乔尾 你把你们的聊天记录 发过来 我要让他们直接在学校论坛出道 我忍着怒火 不 先别这样 我 他们不是去我爸酒店 开生日 party吗 那么明天 我要让他跳得多高 就摔得有多惨 至于顾颖峰 他很快会知道 自己从头发到位 就是个笑话 宿舍里的人 还在讨论宁玉的生日聚会 要穿什么礼服 很是过躁 我收拾东西 准备回家 有点累 我直接叫司机来学校门口接我 宁玉故意叫住我 哎呀 瞧为大晚上的你去哪啊 住酒店可不安全哦 我吐出一个字 滚 坐在我家的麦巴赫车上 宁玉挑衅似的 给我发微信 你以为你长得好看就有用啊 我告诉你 男人都是很现实的 我 哦 你也知道我长得比你好看啊 挺有自知之明的呀 宁玉 呵呵 你除了这个 你还有什么 我哥哥有自己的上市公司 而且和金玉关系非同一般 还能给他事业上的帮助 而你呢 无权无事无钱 你能给顾学长什么 我 当小三 还被你当成光宗耀祖的事了是吧 你说我小三也好 小四也罢 朋友 这个社会 比你想象的残酷的多 我 你说的都对 我 我祝你们渣男贱女 百年好和 所死 顺便 把这几张聊天记录 结了个图 既然他这么想显摆 那么他生日那天 我没理由 让他不出出风头 爸 你那辆买给我的劳斯莱斯 要是放在柜子哪格抽屉 我走进去 就看见客厅坐着 不止我爸 清冷金贵的男人 坐在皮质沙发上 手臂上 低调奢华的表盖上泛着淡色光芒 他视线不冷不淡地扫过我 宁叔叔 我赶紧跟他打招呼 他对我笑笑 我爸欣慰地点头 终于不让你的劳斯莱斯 在车库吃灰了 在倒数第一格抽屉 晚上 我在我家几百平的玫瑰庄园 放空那梁 月光皎洁 手机突然震动 竟然是顾颖峰发来的短信 我必须强调一件事 虽然宁与家境比你好很多 但我和你分手的根本原因 绝不是这些外在因素 而是我们三观和性格都不合 我顾颖峰向来行的正做的直 绝不是那种贤贫爱富的性子 好了 你不用回我 我真的会笑 你是因为什么都与我无关 好友小群里 我的朋友们都偶了 他真的好见啊 此地无银三百两吧这是 我以前还说过 想找他这样上进优秀的 现在我只想又 我在好友小群说 那我们就来浅浅期待一下 他到底是不是贤贫爱富了 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一转头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灰色西装裤下 包裹着长腿 应验离走到我身边 嗓音低沉雌性 谁欺负我们家小公主了 跟叔叔说说 第二天 我换上前不久定制的春夏高定礼服 背上爱马仕 去车库开了我爸 买给我的那辆劳斯莱斯 盛装出席伯利晚宴 在酒店最大的宴会厅门口 我遇到了浩浩荡荡的 来给宁玉庆生的同班同学们 同学们看见我 有意外 更多的是惊艳 看来我爸请来的顶级造型师 确实有两把刷子 相反 硬玉眼影浓重 穿着亮片抹胸裙 艳是挺艳的 但是很俗 贴见我时 硬玉脸色变了一瞬 却很快得意阳唇 怎么 我都没有邀请某人 还舔着脸过来呀 刚好他说完 顾颖风走了过来 他看见我也意外了一瞬 瞧为 他手腕上 还多了个卡蒂亚手表 他可能也是想起自己不嫌贫爱妇的言论 默默地拉下袖子遮住 硬玉顺势挽住了他的胳膊 下巴微抬 既然你不请自来 那我也介绍下 这是我男朋友 顾颖风 我对你的事不关心 而且 我微笑 麻烦你自己看清楚 这地方是你的生日party的场地吗 旁边女生转头看了下 说 哇塞 薄力矜持晚宴 上次我在新闻上看见过 听说当地有头有脸的人能参加 瞧为他们总不可能是来参加这个的吧 莉莉出声道 我们就是来参加这个的晚安 谁稀罕你的什么party啊 说完 我们转身朝着入口处走去 身后是宁欲不屑的声音 笑死 他们怎么可能进得去 恰好这时 晚宴门口的服务生认出了我 他毕恭毕敬地朝我鞠躬 乔小姐这边请 我都不用拿什么请柬 带着好友畅通无阻地进入了 宁欲神色亚异了顺 下一秒 他就志在必得 当即也迈着步伐响进来 却被服务生伸出的手拦在门口 请您几位出示一下请柬 宁欲脸上一僵 请柬 没有 服务生程序化的笑容 变得冷冰冰 那不好意思呢 您不能进去 宁欲 你们什么意思 刚才那个女生没请柬都能进去 为什么我们不能 你让这种人浑水摸鱼 服务生 乔小姐和你不一样 她是我们的贵宾 张亚指着宁欲说 那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宁欲是谁 服务生微笑脸 不知道 没见过 也没听过呢 宁欲和顾颖峰 表情皆是一僵 有同学的嘴巴 已经成欧行了 服务生说完 转身招呼其他贵宾们 不再理会这群人 一旁身着名贵礼服的小姐姐 进去时贴了宁欲他们一眼 掩着嘴轻笑出声 真是丢人现眼 宁欲脸上有些挂不住 但她还是极力保持着面上的微笑 转身道 怎么说呢 其实我哥说要给我几张请柬 谁让我还要举办生日聚会呢 所以我说不用了 我们走吧 顾颖峰被她挽着往回走 却频频回头向晚宴方向张望 有被笑道 进去后不久 莉莉把群里的消息给我看 乔尾好牛啊 她竟然可以参加薄利的晚宴 听说那是社会名流才能参加的 感觉她不简单啊 张亚道 说不定是进去做礼仪小姐的呢 真的是 这年头大学生兼职不是很正常 同学 可是她穿的礼服好像是高定的呢 包包也是爱马仕 是啊 宁玉出生 这年头租这些东西又不是不可能 张楠 就是啊 宁玉家里有很多这种高定礼服 莉莉在里面发 是吗 有那么多的话 那今天她怎么不穿出来呢 群里突然有些静默 还有个大聪明发了个疑惑挠头点 巨屁句的表情包 一堆人也跟着发着表情包 乡下人的目光点据 辟具土狗 在土里不敢说话 点据辟具 一下子接受不了吧 我两下子就接受了点据辟具宁玉财发 好了宝子们 我向来低调 就一个生日 没必要像某些人那样 打扮得公主似的 立立笑趴在我的肩 她低调嘛 她就差全笑我最有钱写在脸上了 潜水已久的我冒泡 领了这个夸奖 谢谢你夸我向公主欧有人说 虽然但是 乔同学今天确实漂亮 则 难得这群人今天眼睛雪亮 这时 顾颖峰又给我发来短信 乔伟 你在薄利晚宴上 兼职当礼仪小姐 我真不知道她有什么脸 发短信给我 最搞笑的是她接下来的是这一句 今天是宁玉的生日 我希望你识去点做好你的工作 不要惹得她不开心 你捧好你家千金小姐的臭脚就行了 社会上的事情少打听 说完 我直接拉黑了她的手机号 而另一边在集群里 张亚正在转移话题 挨我偷偷跟你们说件事 本来郁郁低调不想说的 她爸爸给她买了辆车 当作生日礼物呢 挖塞什么车呀 张亚 现在还保密哦 给个小提示 是白色的哦 不过我刚才在门口 看见一辆崭新的白色 劳斯莱斯哦 嘿嘿嘿 对对我也看见了 我当时还远远地拍了张照片 宁玉能不能把送劳斯莱斯的爸爸 让给我呜呜 我看着这些聊天记录 真的有被笑到 她这生日party 难不成人人都捧着个手机在水群 而且这同学拍的照片 不就是我今天开来的那辆劳斯莱斯吗 笑死 他们竟然说你的车是她爸买给宁玉的生日礼物 而且宁玉不说话 好像就是默认了 她怎么敢的 哈哈哈哈 急什么呢 这只是开胃菜呢 笑着笑着 我插了块精美的小点心 送进嘴里 忽然就对上了宁玉里的眼睛 她举起手里的红酒杯 在空中与我轻轻撞了下 成熟英俊的男人 像是上好的红酒 香醇迷人 今天你心情看着好很多了 我对她露出灿烂的笑容 当然 心情非常舒畅 刚才被拦在门口的 是你那个前男友 我抿了敏唇 对 她配不上你 你值得更好的 应验里在我眼中 从来都是在生意场上 运筹帷幄 杀法果决的商人形象 她比我大七岁 确实和我爸爸是一个辈分的 从来没想过 她会对我说这种话 我心头莫名有些荡漾 哈哈 叔叔说得有道理 我爸从台上发表讲话下来后 我挽着他的手 跟着他去和他的生意伙伴打招呼 空下来后 他问我 维维 不是说要介绍男朋友 给爸爸认识吗 我眼神一暗 不用见了 他嫌我没权没实力 说受不了我的公主脾气 跟我分手了 我爸脸色顿时冷下来 我家里从小宠着 惯着的小公主 怎么就有公主病了 是啊 他投奔另一个 有钱女同学去了 他前段时间 给我们家公司集团总部 投了简历呢 我爸立即换来总助 总助 董事长 什么事 吩咐总公司和分公司人事部 留意一个叫 顾颖峰的年轻人的简历 无论面试现在进行到哪一步骤 终止此人进入金玉旗下任何公司 同时跟和金玉有合作关系的各大公司 打声招呼 总助点头 明白 我立刻跟进 我靠在我爸爸胳膊 谢谢爸爸 敢欺负我女儿 我要他在一城直接出道 哈哈哈哈 爸 我教你的网络用语 不是这样用的了 另一边 另一边 我在群里看到宁玉那边的party接近尾声 也准备离开 果不其然 在中间的望江观景台上 我同他们浩浩荡荡一群人碰面了 宁玉扬起下巴 乔维 今天打工的感觉还好吧 特意租了高定礼服 也是难为你了 租 亏你真敢说 他自顾自地继续 没来过这种高级的星级酒店吧 也蛮难怪的 虽说都是同个宿舍的 你没送我生日礼物 不是你的错 毕竟你挣几个钱也不容易 大家说是吧 宁玉笑里藏刀 看得出来 他很想用装作云淡风轻的模样 狠狠扳回一局 他这话一说 其余同学的 立即露出原来如此的表情 顾颖峰也露出 我早就猜到了的神色 我却没有被他激怒 哎呀 你那个富得流油的哥哥 今天好像并没有来参加你的生日聚会哦 说好的介绍给大家伙认识呢 莉莉 是啊是啊 难不成你根本没有这样的哥哥吧 他慌了一瞬 然后道 我哥哥确实来了呀 他说一会就过来 这时 有眼尖同学看见了对面走来的宁愿里 男人身上的非凡气质 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 他和助理说着话 并没有注意这边 目测是要离开 那个是财经杂志上的商界大佬 应验里 听说他年轻轻轻 就稳坐现代集团的一把手 超牛批的 现代集团 是啊 现代集团去年现代行业排行榜 全球第三名呢 张亚立刻化身小迷妹 哇 宁愈你哥哥原来是宁愿里呀 只不过同个姓氏 这都能猜 我简直要惊掉了下巴 宁愈没否认 看到我惊讶的反应 他显然很满意 我哥哥很忙的 日理万机 有机会我会让他请大家聚餐 当然 我还是不会邀请某些人 这就是向大家暗示 宁愿里就是他哥哥 这时 我看见顾颖峰牵着他的手收紧了些 是吗 我笑了 扬声朝宁愿里招手 哥哥 可以过来一下吗 同学们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乔尾脸皮好厚啊 别人的哥哥都敢叫 宁愿里停住脚步 朝我们这边走来 我小跑过去 挽住他的胳膊 宁愿里哥哥 想不到我同班同学 是你妹妹呀 我抬头 只是对上他深邃的眼 宁愿里立即明白了状况 妹妹 顾颖峰紧紧皱着眉 看着我和宁愿里 挽在一块的胳膊 而他身旁 宁愿腮红都遮不住 他此刻发白的脸色 雕塑式地凝固着 这时 顾颖峰忽然抬手 对宁愿里伸手道 您就是宁愿的哥哥吧 初次见面 我叫顾 自我介绍就不必了 我过来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 宁愿里青醋眉头 我家中没有任何妹妹 不要乱认亲戚 一旦激起千层浪 同学们的表情精彩万分 欧行嘴重出江湖 我去 厚脸皮的原来是宁愿呀 低头看我时 宁愿里神色柔和下来 乔维是我世家的妹妹 如果非说有地话 也只有她一人 宁愿不可置信的眼睛 朝我看来 说着 宁愿里对我笑 帅呆了一众女同学 她说 我还有事忙 唯唯 一会微信联系 顾颖峰 聂如 乔维 你 我看都没看她 嘖嘖 原来厚脸皮的是宁愿呀 都是你们猜的 我没说 我哥是宁愿里 你们自己要乱猜 宁愿的火冲着围观群众一通乱发 人群中有抱怨的声音 什么呀 要是不是的话 你自己不会说一声啊 自己故意 不就是故意想让我们误会的呀 吴雨他妈 给吴雨开门 吴雨到家了 其余附和 就是啊 自己虚荣作祟 我虚荣什么呀 我爸在老家是首富 我哥哥是金玉这边的高管 宁愿语气并不如一开始那般盛气凌人 有点乱了阵脚 乔维 就算你是宁愿里世家 也不用嘚瑟 我出身也不比你差 我 下一秒 宁愿的真哥哥来了 宁愿抓住救命稻草室的 哥哥 这边 同学们半信半疑的眼神随之看去 一个穿西装打领带 耳朵别着麦克风的男人走了过来 我也看了眼 这人我熟啊 这不是酒店的大堂经理宋经理吗 真的是 宋经理原本也在跟宁愈招手 下一秒 他看见我 神色立即变得毕恭毕敬 对着我深深居了一躬 乔小姐 您怎么来了 同学们头顶仿佛出现无数个问号 我来参加薄力晚宴啊 宋经理 那您辛苦了 包包我帮您拎吧 我笑了笑 在众人的视线中 把包包递给他 行 那你帮我拿着吧 这时 宋经理才看向宁愈 对我说 你和乔小姐认识 莉莉适时开口 是呢 你妹妹刚才说 乔伟舔着脸来这儿呢 你做哥哥的 不管叫管叫 宋经理一惊 真的假的 小言也道 怎么没有 我都录音录下来了呢 小言话不多 直接放出了录音 没来过这种高级的星级酒店吧 也蛮难怪的 宋经理和气的脸色大变 乔小姐 我表妹不懂事 我代她向您道歉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跟她计较 宋经理说话时 还着重强调了表妹二字 行吧 你记得好好管教她 会的会的 这一幕 让宁愈半赏才说出话 哥你用得着这样吗 难道她是你的再生父 宁愈 你闭嘴 乔小姐是金玉集团的千金小姐 这薄利盛典酒店就是她家的 她在这里是理所当然 你听听你说的那些话 我这个做表哥的都觉得丢人 还有 乔小姐肯让你在这里举办生日聚会 没把你轰出去 都是她大度了 听到这酒店是我家的 同学们的脸色都变得非常之不自然 我淡淡一笑 所以现在你知道我来没来过了吧 宁愈眼神躲闪 我继续 哦 不过你说我在这里挣钱 从另一种意义来说 这确实没错 你来这里开party的钱 大部分都是进了我家的口袋 谢谢了呀 事已至此 宁愈牵着顾颖峰的手 转身就走 脚下的恨天高 在地上撞出巨大的声响 顾颖峰频频回头 脸上是极度难为情 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口的神情 搞笑得很 我全然好似没看见 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宁愈表哥的赔礼道歉 心里数着数 一秒 两秒 三秒 李仪小姐微笑着拦住宁愈 不好意思小姐 这里是贵宾专属电梯通道 普通客人的电梯在另一边 宁愈 你这是骑士 电梯难道还分高低贵贱啊 宋经理飞快跑过去 声音带着隐忍的怒火 你就别再给我添乱了 这边不是你们能坐的电梯 我慢慢悠悠走过去 应欲气冲冲地和拉着顾颖峰往返方向走去 李仪小姐姐对我露出灿烂微笑 乔小姐 您里面请 我对其他同学说 大家就在这边坐吧 空间大 等的人少 不用再绕到那边去了 宁愈 我就不 放心 我是说你们两个除外 因为 我笑笑说 你们不配 除了宁愈的好姐妹张亚 没有倒戈 其他人都跟着我坐贵宾电梯 众人欢呼 谢谢乔维 乔维人也太好了吧 此起彼伏的感谢声响起 到了酒店一楼大厅 我转过身 对原本参加宁愈的生日 party的同学们道 各位同学 我给大家每个人准备了一袋伴手礼 下次有机会 希望大家继续光临我家的酒店哦 这些同学 好些个纷纷露出了羞愧难当的脸色 宋经理叫人把礼物分派完 此时 坐普通客厅下来的宁愈和顾颖风 以及张亚三人才到 丽丽凑到我耳边 注意看 小细节 渣男不牵宁某人的手了 真想采访她 牵了个假公主 连带着被打脸的滋味好不好受 我慢悠悠走了出去 已经有专人把我那辆 纯白高奢的劳斯莱斯 开到了酒店门口 哎 但我偏不上 就是玩 张亚出来看到那辆车后 眼睛都看直了 哇塞 我就说是劳斯莱斯哎 孕育的爸爸 其实也挺好啊 给自己女儿送了辆劳斯莱斯 众人原本带着鄙夷的目光 又不由地泛起了羡慕的光 虽然刚才被狠狠打脸了 但她家归根结底 应该还是有钱的吧 劳斯莱斯两旁的后视镜 绑着两条酒红绸条 这时我当时提车的时候 店里的人绑上的 我开了没几次就没拆 车身在灯光下 溢溢发光 应欲回头看向同学们 她高傲道 原本还想以后经常带你们去兜风的 现在想想还是算了 我的车 你们这些墙头草 没资格坐 张亚 颖风 我们走 张亚欣喜万分 好 说完 她又撒娇似的 对顾颖风说 颖风 你来开 我车技不熟 顾颖风脸上 终于又泡起了笑意 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她说 行 钥匙给我吧 应欲 钥匙 应该在车上吧 随后 应欲伸手拉我的车门 却怎么也拉不开 我轻飘飘开口 行了 别拉了 拉不开的 这是我的车 而且 拉坏了 我不敢保证你配得起 顾颖风 僵硬转身 乔尾 这车 也是你的 同学们的目光 骑刷刷地扫向了我 什么 这车是乔尾的 我晃了晃手中的钥匙 不然呢 莉莉 你们不知道吗 乔尾就是开这个劳斯莱斯 在我和小颜过来的呢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我就说嘛 刚刚宁玉被打脸了这么多次 劳斯莱斯的人 怎么可能会是 这样是撒谎经买得起的呀 还说什么 不带我们兜风 这车都不是他的 宁玉肉眼可见地慌乱起来 眼神畏缩地看了我一眼 这次我真的没有撒谎 我爸是跟我说 买了劳斯莱斯 我特别了然地点头 我懂 大家都明白的 你的车肯定又是在老家 因为你想低调 没送过来 莉莉 是啊 我们都可以理解你的呢 有同学五官 几乎都要挤到一块去了 憋笑憋的 这时 一个穿着顺风快衣服的小哥 走了进来 请问哪位是宁玉 宁玉有些欣喜道 是我 好嘞 你的车你出来马路边签收下吧 酒店这边不让送进来 张牙笑嘻嘻问 是劳斯莱斯吧 快递小哥一脸震惊地看过来 什么劳斯莱斯啊 年轻人可真敢想啊 那是一辆白色电瓶车 运费是到付的 八十块 你看看是微信还是支付宝 人群中 扑得好几声 众人终是没忍住 笑声冲出了天际 宁玉在占红了脸色 脸色臭到了极点 在大家眼中 俨然成了个笑话 简直了 这应该是劳斯莱斯 被黑得最惨的一次了吧 宁玉简直是刷新了 我的世界观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真的一晚上 憋了太多次笑了人 都要憋坏了 哈哈哈哈 在嘈杂的人生中 顾颖峰羞愧难当 低声问我 乔尾 那天你原本想给我的 是伯利晚宴的请柬吗 是啊 不过现在已经撕掉了 这辈子你别再想了 他急急地拦住我的去路 我们现在可以谈一谈吗 我抬手 直接甩了他一巴掌 冷冷到 你也配 滚 莉莉 你这个出轨渣男 少来碰瓷 我们唯唯 快去做你女朋友的 电瓶车后座吧 众人又是哄笑一团 我拉开了 劳斯莱斯的车门 带着我的两个好友 干净利落开车离开了 回到学校 我已经一战成名 群里的风向变了 莉莉故意问 大家今天玩得开心不 开心 我们都收到了 薄利酒店的VIP伴手礼 张亚冒炮 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后面 不是和维未一起走了吗 他叫宋经理 给我们每个人都 送了一份贵宾伴手礼 有丝巾和杯子 还有兰扣和金玉 联名款的护肤小礼盒 嘿嘿嘿嘿 应玉的生日 参加party的人 又不可能空手去 比起给别人礼物 大部分人更喜欢收礼物 那些伴手礼酒店有大把 对我来说 不过就是顺水人情 应玉给过他们的小恩小惠 顶多不过是在大学两年里 请他们喝过几次奶茶 有得比吗 张亚 我去 竟然还有这种好事 是嘞 谁让你不和我们一起 坐贵宾电梯 亏大发了 从我回到宿舍以来 应玉就一直拉着床帘 没有任何动静 估计是没脸见人了 此时 我故意扬声问 张亚 需不需要 需要的话 也送你一份 张亚 雨带惊喜 小声道 渴 可以的吗 我确实想要 床帘里 宁玉突然大叫 张亚 张亚急忙摆手 算啦算啦 我不要了 她要不要我毫不care 反正让宁玉心里不舒服了 比什么都爽 群里还在热烈讨论着 其实乔维人还是挺好的 主要是有点外冷内热 只是看着不好接近而已 乔维不好意思啊 以前是我们误会你了 主要是有些人说你坏话 搞得我们先入为主 没想到你真的好低调 早就想说跟你贴贴了 呜呜 这时 我把之前宁玉大言不惭的 知三当三发言截图 发到了群里 天课后 我慢悠悠地撤回 不好意思 手滑发错了 但群里已经炸了 宁玉这人有病吧 大小三也能自豪起来了 我靠 我这人这辈子最讨厌的 就是小三了 乔维你放心 下次见面 我帮你骂死他 一时间群情激愤 如果说 刚才大家是被我的超能力影响 那么现在 他们就是真情实感地 再唾弃这人本身 而我手机也接二连三 传来了顾颖峰的微信好友验证消息 我没通过 唯唯 我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些误会 能不能找个机会 我们见面好好聊一聊 我烦得要死 添加了他的好友 准备拉黑 下一秒 顾颖峰的语音通话 就播过来了 我正要挂断 忽然想到什么 我打开声音外放出来 里面传来顾颖峰着急的声音 乔维 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 是我误会你了 我不该听宁欲乱说一通的 是吗 他不是你的真爱吗 不是 绝对不是 是我那时候头脑不清醒 听信了他的话 无论有钱没钱 你一直都是个很好的女生 是我的错 不好意思 我从来不回收垃圾 你这样的人 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而我接这通电话 没有什么目的 单纯只是为了让宁欲听见罢了 果不其然 我听到他在床上 旷旷当当的发出声音 像在泄愤 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过段时间就要被人们逐渐忘记 不 第二天 宁欲以连续数次撒谎 被秒打脸的形象 等上了校园论坛的热榜 话不多 总结能力一流的小颜同学 把事件的始末做成了清晰的思维导图 发在了校园论坛 标题是震惊 任何人不看这份打脸指南我都会很伤心的OK 我的代号是平平无奇的乔同学 宁欲则是直接用的大名 毕竟他可是两重罪名呢 知三当三 外加装逼怪 顾颖峰当然也是里面的重要嘉宾 两个人都被牢牢盯在了耻辱柱上 里头还总结了之前宁欲对我大大小小的讽刺 配合着这份打脸指南实用 本香 怎么会有宁某这种奇葩的人啊 简直就是每一个行为 每一句话都踩在我的笑点上 哈哈哈哈 心疼这位乔同学 这个叫宁欲撒的谎 简直就像是老母猪带胸罩 一套又一套 这脸打得好 打得好 打得呱呱叫啊 底下 还蹦出了几个我高中的校友 根据关键信息辨认出了我就是那个乔同学 真的 虽然这个女的被打脸特别搞笑 可我特别心疼我们高中校友乔同学 当年我和他一个高中 他有钱但是特别低调 有两次学校里的同学生重病进了ICU 乔同学二话不说就捐了一百多万 帮同学度过了难关 是啊 而且乔同学成绩也特别好 没想到他竟然会遇到这么奇葩的社友 太心疼了 我高中和乔同学同个班 但是不熟 但是每次乔同学从家里带来的进口水果和零食都会分给我们吃 支持乔同学 还有的是骂渣男的 还有那个叫顾颖峰的傻逼男 又渣又傻 有福侄女不如无福之家 恭喜乔同学扔了垃圾凤凰男 我是和顾颖峰同届的 我来说个搞笑的 我家是表行 我一眼就看出装逼女送她的卡地亚手表是假货 她前几天天气冷的时候还故意穿短袖袖出来 我和我宿舍的哥们都笑疯了 那个绿茶女之前还追过我们系里的富二代 可惜人家看不上她 那哥们当时还说羡慕顾颖峰的女朋友呢 长得漂亮不说 祭典又高 国奖拿了两年 优秀的一批 在网上 这两人干的龌龊事无所遁形 被扒了个底朝天 一定意义上 宁玉实现了她万众瞩目的愿望呢 顾颖峰虽然没有拓展什么人脉 但成功让更多人认识到她了呢 这盛世如你们所愿呀 嘻嘻 我安心睡了个午觉 醒来时 再拿出手机 好友群和戏群里信息又爆炸了 唯唯唯唯唯 宁某人今天的精彩事迹你看了没有 什么 那个帖子吗 我看到了 不是啊 哈哈哈哈 她爸今天来学校找辅导员了 哦 来给自己女儿申冤吗 有点意思 依西记的宁玉说 她爸在老家是首富 我可不怕 我爸认识好几个校董 横竖不过是打个电话的事 不是申冤 她平时不是还挺大手大脚的吗 原来是她上大学前 她爸爸中彩票中了三百万 本来是存在银行卡里打算有需要的时候采用 但是被宁玉偷偷取走拿去用了 哦 事情的走向更加搞笑了呢 真想看看顾颖峰此刻的表情 她以为自己攀上了千金小姐 其实就是个偷彩票钱花的不孝女呢 你知道她爸说什么吗 我一个当年级干部的同学在现场差点没笑死 莉莉开始模仿 三百万被你花的只剩十万 你才拿回来 家里这么多开销 都指望这十万块买菜吃饭 你还逼着我给你买什么劳斯莱斯 说我给你买的电瓶车丢人 我怎么会生了个你这么虚荣的女儿 而且我听你表哥说了劳斯莱斯的价钱 你是真敢想 你爹我就算卖一百个肾我都买不起 还有啊 说实话你要不是我女儿 我早就报警抓你了 我听完 就一个反应 本来以为已经够离谱了 没想到还有更离谱的 一传实实传百 这种大跌眼镜的事 果不其然 被校友们自动搬运到了宁玉专属的打脸贴中 众人纷纷感叹 这个老父亲可真惨 摊上了这种败家女儿 他自己作孽太多 名声闻名全笑了都 利用舆论攻击别人的人 终究会被这股力量所反噬 我收拾着东西准备离开 这个宿舍我也不打算住了 正当我收拾着行李 宿舍门被烹得一声关上 宁玉回到宿舍 愤愤地盯着我 姓乔的 现在事情闹成这样 你满意了 哦 活该 我说 他是新风似的 现在你就满意了 我淡淡道 请问 哪一件不是你自作自受 他说话支支吾吾 但你网抱我 你 你这是不对的 呵呵 我网抱你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罢了 再说这种事 我根本不用下场 目睹你翻车的观众 有这么多 他们不会上网打字吗 我语气平缓 微笑着道 以前不对付你 是我觉得跟你这种人计较 很掉价 没想到你是一天天地 蹬鼻子上脸啊 说着 我朝他走近一步 应欲后腿了两步 你远在乡下的爸爸 能在这个接骨眼赶到学校 又在疫情期间进来 还在这个偶大的校园里 准确地找到辅导员的办公室 你觉得这只是个偶然吗 讲真 我也不知道他爸怎么找到的 但是看着他惊恐的模样 我不介意用用这件事 应欲睁大了双眼 你 我 你记住 我要对付你 手段远比发帖子 这种单纯骂人的方法更实在 还想试试吗 他反应过来后 苦苦哀求 求求你了 乔尾 放过我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不该造谣针对你的 求求了 怎样你才肯放过我 这时 张亚走进了宿舍 里都没里孽郁 讨好的走到我身边 哎呀 乔尾 你怎么这么快就搬出去啊 我都还没来得及 好好跟你说声抱歉呢 我冷淡地恩了声 这墙头草我也不稀罕 他又问 要我叫点朋友来帮你搬行李吗 不用了 我爸会叫专人过来 宁玉整理了下表情 张亚 我让你帮忙带的饭呢 张亚嫌弃地翻了个大白眼 没有 自己买 我又不是你丫鬟 宁玉 不是张亚你什么态度 我什么态度 对待你这种人 我就这态度 张亚说 还有 以后我们断绝姐妹关系 还想我给你做牛做马呀 这两年被你耍得团团转 现在和你走在路上 恐怕都是要被人扔臭鸡蛋了 宁玉 你这个贱人 穷逼 你没资格说我 张亚 你更贱 你爸在老家 压根就不是什么有钱人家 你偷拿了他中的彩票钱 挥霍装千金小姐 还逼着你爸卖肾 给你买劳斯莱斯 还害得我都丢尽了脸 眼看他们就要打起来了 我悄无声息离开了宿舍 给他们疼让出位置 才好发挥嘛 第二天下午 我叫人搬空了我的宿舍行李 宁宴里也来了 他来接我吃饭 那天他问我 谁欺负我了之后 我没忍住 就跟他合盘拖出了 从那之后 我和他的关系密切了很多 动不动就找他微信聊天 他不忙的时候 都会很快回复我 发现我以前 就是对他有了长辈滤镜 其实他超级耐心听我讲话的 根本不会端什么长辈架子 宁叔叔 我一会就来 你等我一下哈 他说 不急 你慢慢来 可我才走出宿舍 就看见胡子拉叉的 顾颖风的走过来 我这儿等了你一夜 我眼神都没有给他一个 他可真的是会自我感动 唯唯 以前是我被猪油蒙了心 清晰了宁玉的话 你能不能给我打住 承认自己贤贫爱富有这么难 可他打不住 一直跟着我来到了校门 嘴巴喋喋不休 宁宴里身穿笔挺的西装 气贤贫贫贫不凡 冷若冰霜的眼 在看见我时 染上了笑意 唯唯 我心情瞬间好了很多 顺势走过去握住他的手 男人温热的掌心 包裹住了我的手 顾颖风追过来 死死盯着我和他牵着的手 脸色苍白 无力地捏如着 你们是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与你无关 宁宴里牵我的手走过去 单手提起他的衣领 我舍不得碰一根头发的小公主 你怎么有胆子欺负的 说完 宁宴里松开他 他对身后的保镖 做了个手势 五大三粗的保镖 立即把顾颖风挡在身前 抬手直接给了他来了一拳 他若不禁风地跌坐在地 连连后退 两米身高的保镖 以后别再骚扰乔小姐 你连给他提鞋的资格都不配 还不滚蛋 我上了宁宴里的车 可男人握紧我的手 没松 我心跳也有些不自觉加速了 叔叔 他松开我 笑笑 害羞 才没有了 脸上有些烫 我忙转移话提到 那个阴阳我的女生 他爸找来学校了 应验里点头 我知道 你知道 电光火时间 我想到什么 应叔叔 是你把他找来的吗 嗯 不过也不能这么说 这位父亲一直想找他女儿 应验里淡淡脸眸 我只是顺手帮了他一把而已 是不是 我笑 对 说完 他揉揉我的脑袋 对于欺负你的人 我不会手软 后来的事 我也只是当笑话厅 顾颖峰毕业后 再也成混不下去了 我爸跟几个大公司的领导人都打过招呼了 他这个名字在行业内都臭了 没人感受他 他在宿舍楼下 当着所有人的面 摔碎了宁玉送他的假表 然后灰头土脸的收拾行头回了老家 而宁玉自然在学校出了名 走到哪那里就是舞台 哪里就有目光 他天天藏在宿舍里不出门 还跟老师申请转专业 但他成绩又太差 挂科多 申请理所当然被驳回了 半个月后 他承受不住众人对他的讨伐 也灰溜溜收拾东西休学回家了 闹剧结束了 我的生活依然在继续 只不过身边多了很多巴结我的人 我统统不予理会 与其在外在富裕的光芒和声音中迷失自我 我更希望我有拿得出手的能力和成绩 有立身之本 这才是我乔尾 半个月后 在我生日那天 许愿之前 我悄悄瞥了眼沙发上的男人 然后闭上眼 许下我的生日愿望 别墅僻静处 宁宴里问我 刚刚许的什么愿望 不告诉你 这是保密的 说出来可能就不灵验了 他笑 深邃漆黑地眼望着我 那不一定 也许说出来 我可以帮你实现 想要一个帅气成熟 体贴温柔的男朋友 其实不是的 我许的是 我想要宁宴里当我的男朋友 他朝我走来 考虑下叔叔如何 我洗上眉梢 点点头 他伸手揽过我的腰 吻了下我的唇 别指点头 说话 好呀 好呀 怎么撮过我的地勢